今天早上出門的時候還想說 我們要不要帶娃娃車 今天早上出門的時候還想說 到現在才發現 如果我們帶娃娃車的話 我們今天可能上不來 今天是逛街行程 不知道等一下會不會大爆滿 所以你需要的不是娃娃車嗎 你需要的購物車 福建道河大社的正門口就在這邊 現在真的人好多好誇張喔 我覺得福建道河最有特色的地方 就是它的鳥居 所以它的鳥居長得非常的可愛 然後後面有一個用鳥居一個一個一個 做成的走道 我覺得走到那邊真的蠻舒服蠻愜意的 我想要去買 護身服 不是護身服 那個叫御守 護身服聽起來太認真了 御守聽起來才有一個祝福的意思 看一個人在我們面前滑倒才能笑出來 太壞了 不可以這樣子 我是很驚嚇 你是驚嚇 你好過分喔 畢竟笑聲是沒有國界的 拳頭也是沒有國界的 我們來到了千本鳥居的入口 我們這樣一路往上走 就會走在鳥居的裡面 是一個很有特色的地方 而且在鳥居裡面要右側通行喔 因為我們在京都的時候不是靠左嗎 這邊要右側通行 好複雜 日本靠左靠右真的好複雜 我現在走進來的是這個小鳥居 它的那個高度就真的比較矮一點 還好你不高欸 我錯怪你了老婆 它真的寫護身服欸 它說這個是護身服可以讓你帶來福的圓滿 所以你剛剛說它是護身服完全是對的欸 天啊我真的太失禮了 我誤打誤撞欸 我覺得你買這個御手買的非常有意義 這個是要做福錢御手 它的解釋是 幫你帶回你已經花樣的錢 那它會帶來一筆財富 這很重要欸 一大筆財富 之前Momoさん有帶我來過 你就想見你的願望 然後呢你就搬那個石頭 如果那個石頭比你預想中還要重的話 代表這個願望比較難實現 但如果它比較輕的話代表它會實現 心想事成 嗯 好像比我想像中的還要輕欸 沒有我想像中那麼重 究竟你拿起來會比較重還比較輕呢 怎麼樣怎麼樣感覺如何 蠻重的是不是 蠻重的欸 那你許什麼願 我告訴你 反正它都不會實現了 你就說吧 不會實現 這個石頭很重啊 它比你想像中的還重 我剛剛看了一下翻譯 它的翻譯是說 很輕的話代表你的願望容易實現 很重的話不是代表它不容易實現 很重的話不是代表它不容易實現 而是代表你需要很努力的實現 其實它那個石頭就很重啊 我們剛剛一直在拍照 可是我一直拍不滿意 因為我發現我今天穿得很奇怪 因為寶寶被我抱走了 導致於我現在就覺得 脫這個也很麻煩 那就帶著好了 寶寶呢寶寶人呢 在豆子上 你的鮪魚都飽飽 雖然人很多 但是我覺得福建稻河 還是一個很該來的地方 因為它就是一個很指標性的景點 我們剛剛也買了幾個可愛的御手 然後在這邊晃了一圈 下一站我們要出發到清水寺 路上經過了糖葫蘆 這個居然是蘋果欸 太可愛了吧 但我們現在還沒吃到蘋果 本來太硬了 我們還有點這個葡萄 很大顆的葡萄欸 天啊 兩顆五百塊日幣也嚇死人 一顆五十塊 我現在才一次過來套多貴 嚇到 你吃到蘋果了是不是 好難吃喔 好難吃 好噁心喔 好噁心喔 怎麼會有個腥味啊 不要啊 為什麼有個腥味 對不對 怎麼好像在吃魚啊 好噁心喔 大家這個蘋果千萬不要買 非常難吃欸 出乎意料的難吃喔 真的不要喔 我是跟你說這個真的是雷喔 你買了那真的是 不要覺得我在誇張喔 這看起來就是假的蟹肉棒啊 想吃就吃啊 啊好吃嗎 就是在吃火鍋料 這蟹肉棒也可以不用買 一條一百塊太貴啊 一條一百塊太貴啊 火車欸 他看起來很入眉欸 對啊 還是覺得自由行很開心啦 就是到處看到美景都可以停下來 沒有時間的壓力 這就是自由行的好處 雖然有點累 累是累在帶他啦 我心甘情願甘之如魚 來日本還是要吃吃看這個烤糰子 嗯 鹹鹹的 因為我看一下你會是甜的啊 糰子本身是甜的 但是醬是鹹的 對 好 對啊 嗯 那你吃這個絕餅絕餅 我看他剛剛那個黑糖很香欸 很像那個黑糖把雞啊 哦 比較花蓮麥的那個黑糖把雞 想像得到的味道 怎麼這麼快到了 可是等一下還有很多樓梯要走 帶寶寶走這個上坡好過分喔 我覺得這個可能 可以當作是我健身房的年費耶 這次出國 出國兼健身 有嗎 這樣有拍得出來漂亮嗎 滿美的啊 其實清水市是想風也非常有名的地方 所以這些都是風樹 可以想像得到他秋天來會有多漂亮嗎 希望秋天可以搭得上飛機 在這邊再來一次 你說當裡面工作的人很有意思 幫大家拿錢給他 你如果每天坐一萬次 你還會覺得有意思嗎 那要先看我的嗎 先看你的 我喜歡先看別人的 大吉 大吉 一片無暇玉 途經好琢磨 玉德高仁氏 方逢喜氣多 也還不錯啦 吉 玉渡長江 酷爾波斯 會有愁嗎 錢金逢浪淨 重整溝鋪 憋掉 恭喜恭喜 那看來我們兩個經典運勢不錯 他就以前跟MOMO桑來的時候 他說如果抽到不好的籤的話 綁在那邊掛在那邊化解掉 但我們今天不用 我們今天就是留著做紀念 這個就是清水市最有名的景色 清水舞台 它的看板或者是導覽上面 幾乎都是這個景色的照片 我們剛在這邊拍照 它這個太過分了吧 這邊給我憋嘴 你平常是不是叫它憋嘴 憋嘴 這個景也蠻漂亮的 然後這邊的櫻花已經凋落的蠻多的了 不過這些櫻花落在這個水面上 比有一番美景 覺得清水市如何 整個動線都有規劃好 要怎麼走 然後要怎麼樣順向的走 清水市是必來的景點 沒錯 逛了一圈清水市我們要離開了 目前我們打算一路走石板路 走到八板神社 這條就是石板路 其實大部分人會走這一條 上來清水市和離開清水市 所以這條路真的超爆多 兩邊很多紀念品店 如果大家喜歡逛的話 我覺得大家可以拉半個小時以上 剛剛一路上看到超級多人在吃小黃瓜了 不要小看這個小黃瓜喔 這個也是要排隊的喔 媽菸的小黃瓜比較好吃 天哪 這是來自媳婦的馬屁耶 我的媽呀 沒有馬屁好不好 真的啊 真的 有需要每個人一隻嗎 我不知道 來這邊有需要特別吃這個嗎 好鹹喔 對我覺得它這個就是小黃瓜加鹽巴 因為你說它要消暑的話 它又太鹹了 所以你吃的反而會口渴 對吧 口乾舌張 對啊 這個一根250塊日幣 那台灣可以買一袋 發現它換姿勢了嗎 因為我們剛剛路上零食又補入了一波 然後現在想說它剛剛這樣腳張開做太久了 那我們現在把它這樣子放背著 哇這很厲害耶 超辛苦的 而且它還會一邊講解這邊的東西耶 真的喔這人力車喔 它剛剛有介紹一下這邊的美食 用英文對不對 我有聽到 但它那個工作應該是會維持在很瘦的狀態 體型還蠻精壯的 我看那個都是雞肉 走著走著我們現在走到的就是八板神社 新水寺跟八板神社本來就是可以排在一起的行程 它一路走過來大概十到二十分鐘的時間 我自己是覺得我都可以背著一個小寶寶走那麼遠 大家來如果沒有寶寶的話一定可以走很遠 我覺得路上你可以買個東西 吃完了之後呢再繼續走 我們今天行程就是從福建道河然後從鐵到新水寺 然後再一路走八板神社 欸這是我第一次走進八板神社 它還進來就是市集喔 通通一可以吃喔 怎麼樣婆媳看到了什麼好吃的 關東煮 想要吃吃看嗎 要啊一定要看 好啊我想要吃大根 對我也要吃大根 我們全家人都愛吃的就是蘿蔔 那個蘿蔔看起來就超軟的 嗯好吃 好吃 吃軟蘿蔔對不對 嗯 日本的蘿蔔好像都是這樣 每次吃這種都覺得味精會被加很多 好解喔 原來八板神社是美食的集散地啊 我們一季城就立刻被第一攤伴住交了 立刻大師特親 對啊 它的蘿蔔和豆腐都還不錯 蠻好吃的 這個湯的味道蠻甜欸 但是我還蠻喜歡的 就是那種柴魚湯 不會太鹹嗎 昆布 不會太鹹 甜甜的 這裡有一個二年錶 這個東西感覺很像是台灣安太歲對不對 就是你是幾年出生 然後幾年你要來住到 它的市集超級多 繼續往前走旁邊 又是市集 前面那邊全部都是吃的 我剛剛有一個體悟 就是你來這邊的話 你的衣服會變得很臭 對逛一圈好像是你吃完燒烤一樣 因為這邊太多烤的東西了 煎小籠包 然後烤豬肉啊 喔剛剛有一攤 我還以為他在烤那種山豬肉 一秒回到台灣你知道嗎 這邊什麼都有 櫻花八門真的是台灣夜市 於是我們就這樣子 一路從八百神車走到了 這個是金板電車的指援四條站 我們的晚餐 是你查到的叫做豬衣拉麵 對 然後我剛剛上網看 欸它好像是什麼必比登推薦欸 那它是五點半開 現在是五點十分 我們走過去那邊 就算排個二十分鐘 我也覺得合理 欸我覺得現在去可能已經有人在排隊了 搞不好喔 這個地方就是鴉船 很愜意的一條船 而且中間你看 它那個石頭是可以這樣子採過去過河的喔 真的有人這樣採嗎 它不是這樣過去嗎 它有人要過去 它只是假動作吧 哇太誇張了啦 現在五點半整了 我們來這邊 它已經cross了 因為好像要先拿號碼牌沙眼 在往回的路上呢 因為我們就覺得今天晚上已經就好 好好吃好吃拉麵的味了 看到了一間 好像還OK的 我們就來吃吃看 我來自日本竟然都沒有吃拉麵 太奇怪了 太奇怪了 這個小朋友真的好像很憤怒 他們走路的時候一直在睡覺 然後一坐下來就起來了 想要好好吃頓飯 真的很難 你又這麼起來了 嗯 起來搗蛋是不是 你就是起來搗蛋的對不對 感受到日本拉麵的 鹹的那種感覺了嗎 好鹹耶 但是我覺得 這家還算是好吃的 但是有一些是那種死鹹 你會覺得 我不行 我還沒有接觸 不太多的拉麵店 那你帶我去接觸 沒問題 我覺得這間不會採蕾啦 就是日本拉麵 那你要我說特別好吃嗎 我覺得它的雞肉好吃 非常嫩 已經嫩到有點不像雞肉了 那應該是蘇肥的方式去做的 下雨了 我們立刻 雙手小女子被的雨被 哈哈哈哈 這個鴨神冒冒冒追一下 哈哈 你眼神可不可以不要這樣子 我發現我們的習慣很差 我們都會忘記帶傘 身為台灣人 我們還會忘記帶傘 真的很丟臉 對 尤其是我還身為新北人耶 北部這麼容易下雨耶 最後一天我要來開箱這個酒店 我覺得這間酒店 非常的無曹所知 進門的右手邊是一個鏡子 出門前可以看 廁所就跟大部分的飯店一樣 是一間比較小的廁所 浴缸雖然小小的一個 但是好像有比其他日本飯店再大一點點 一樣是免治馬桶 進來了之後就厲害了 它除了床之外 它旁邊還有一個空間 放了沙發還有桌子 這邊還有放外套的空間 所以其實這間飯店以市區來講的話 算是非常的大 熱水壺和吹風機 還有一個保險箱 樓下有咖啡是綠掛式的 可以無限量的供應 這裡還有加湿器 現在不乾的話 我們就把它當空氣清一行使用 這個床我覺得睡起來比我們家的床還大 我們家是標準雙人床 所以我覺得它有可能是加大雙人床 然後我昨天睡了一個晚上 我覺得很好睡 等一下 我覺得很好睡的前提是 因為我們有操到 喔我們有被操到 為什麼我很推薦這間飯店呢 因為我們住了兩個晚上 總共是7500塊台幣左右 然後它就在京都車站的正旁邊 所以去哪裡都非常的方便 以一間雙人房來講 這一間大概一個晚上是3750塊 一個人的住宿費在2000以內解決 它有附一套很酷的睡衣 它簡直就是隨身服了耶 它的睡衣不是那種浴袍 不是那種睡庫然後睡衣 也有供應拖鞋喔 而且它的拖鞋不是薄的那種喔 它是有厚度的 接下來來看一下我爸媽的房間 這次我幫他們訂的是雙床房 一樣也是有一個小茶几 然後地板上也是可以放行李箱的空間 重點是這個廁所喔 我覺得廁所很厲害耶 它居然可以做到乾濕分離 這邊是馬桶區 這個地方打開是淋浴的空間 而且這個浴缸好像比我們那間還要再大一點 這間房間比我們房間貴不到300塊 所以我覺得這間也很超值 雙床型的房型 然後再加上還有乾濕分離的廁所 你們住起來覺得舒服嗎 舒服啊 還不錯嗎 我以前就有發現京都的住宿 會比其他城市還要來的空間稍微大一點 然後價錢也會稍微更通人情一點 所以我覺得其實京都住宿大致呢可以來挖寶 我說挖寶不是挖那種幾萬塊很貴的房間 而是CP值蠻高的房間 我媽說那裡還有24小時的那天是什麼 那天是什麼 我就說那個是P 那是停車場 傻眼 太傻眼了 好紅瘤 最近小子現在做工人 嗨 它現在已經到了一個很喜歡看大家的年紀 然後也很喜歡一直盯著人家看 一直盯著人家看 然後緊張著人家不訪 好開心喔 我看得很開心欸 然後現在都不要麻辣了 好難過喔 我看到小小你是不是最期望難道 Oh my god 它很喜歡欸 套出亂放這個 國民外交結束了嗎 來總結一下今天我們點的這些菜 那哪裡都一定要有薯條 炸雞啊 然後還有串燒們 因為我公公很喜歡吃生魚片 所以我也點了 1995的氣氛就很好 然後隔壁就又遇到很好 很友善的人 他們是來自印度的 對 大家就在那邊聊天 然後他們英文又很好 然後他們在那邊抱抱抱 很喜歡他 有 剛剛我們臉子直接被拉開了 對對對 直接把臉子拉開做國民外交 滿有趣的 我們結束這一趟 觀思伊的三天點愛之夜雨了 我們一樣從十一住行來做總結好了 十的話我覺得最好吃的就是 敘事院 朱衣 我們沒拍到 我覺得敘事院已經有滿足到 就是來日本吃燒肉的感覺了 新竹魚晚上真的冷 所以我覺得大家晚上要穿幾層衣服 那白天的話可以當作是春天夏天穿 現在這個季節穿衣服是真的滿麻煩的 你準備衣服其實也很麻煩 尤其是帶小孩 你會不知道你自己要帶多少 對對對 那我們後來就是想說 那我就讓他穿短袖 然後穿褲子 晚上的時候就幫他外面鋪一條背背 然後背心上面 這樣子當風 住的話我就覺得這間飯店 算是CP值滿高的 跟日本比起來的話 它又稍微size再大一點點 所以這間住宿其實我滿滿意的 因為睡得還不錯 行的部分呢 我就覺得 來京都你就是要狂走 就是不可避免 我們還有想說下次來不要自駕 結果發現每個停車場 15分鐘200塊日幣 太貴了吧 一個小時200塊台幣欸 超扯的 所以我覺得京都還是要自駕啦 不是 京都還是要就是 多多走路 要做這個行李準備 這一趟關西 我們就畫下了這個據點 這次呢 就是帶著我的爸媽公公婆婆 一起來關西 也很感謝我爸媽 就是在適時的時候 可以幫我們顧小孩 讓我們有自己的一點點時間 然後去逛一些東西 或是其他東西 其實帶著兩老出國 也不錯 可以幫忙顧最少的那一個